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带中人 您现在所收听 收看的节目是亚洲很想聊 俄国侵略乌克兰 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了 暂时还在持续的发展中 不过双方也不断的在进行 所谓的和谈 到底是要谈还是要打呢 同时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结局 在不久前曾经有国际的财经专家说 因为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 俄乌战争也结束了全球的全球化 那么全球化真的结束了 同时在这一波的国际情势当中 美国如何掌握这个局势 而中国又要面对怎么样的国际态势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 各我们一块来分享他们的观点 第一位是台大政治系的名誉教授 明居正 明老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宋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 亚太学院的讲师 宋文迪 宋老师 欢迎您 主持人好 明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两位 一开始想请教明老师 就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这个双方 那么除了还在打之外 同时也开始进行了几波谈判 那比较大的发展 就是在乌克兰方面 乌克兰总统也表示 他们甚至愿意谈所谓的 乌克兰中立化的这个问题 依照目前的态势您觉得这一切都只是在和谈当中 双方在外交上的这个说辞还是乌克兰真的可能会朝向中立化去发展 我想被打成这样子 应该就是乌克兰不会真正排除中立化的可能性 因为对他来说呢 他至少暂时可以缓解一下 其实现在看起来我觉得 因为原来大家都晓得说 本来说俄罗斯讲 几天就打完了 就没想到乌克兰呢 抵抗的这个实力这么强 我记得美方的高层很早也讲过 他说可能48小时到96小时 然后基辅就陷落 他没有讲就是那斯林斯基会不会逃亡 然后这会变流亡政府 然后会不会成立傀儡政权 然后后来是不是就大使敌定 美国那个没有往下讲 但是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往下讲 可能就这个方向 我猜大概俄国方面也大概最早还这么想 那中共跟世界上可能都这么看 打到第五天的时候我有点惊讶 然后这个乌克兰方面不断传捷报 当然我们晓得说有可能是讯息战 那有可能说是这个认知作战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俄国打的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这似乎是一个事实 然后我们就不断的看到一些画面出来 说乌克兰怎么打了俄国的战车了什么的 然后俄国战车怎么挡到那里 当然我看到一些矛盾的现象 所以打到三十天呢 我们现在是既惊讶又不惊讶了 那是第一点 但是现在确定就是两边都打到筋疲力竭 这大概是事实 那既然打到筋疲力竭 为什么要打下去呢 我过去讲过一件事情 我说你看在韩战呢 打了三点多 不到四年时间 其实你仔细看的战争的结果呢 大概打到一年多一点点上下呢 就差不多该打完了 那后面多的时间干什么呢 打篮球他说那是垃圾时间 其实不是 他是争取更有力的谈判空间 双方都要做这件事情 现在双方都觉得说我可能还有赢了机会 所以我再打下去看 是不是能有更好的这个机会 那现在大家都前两天不传消息说乐观说 这个好像双方又越让步啊 然后会谈判 我说应该没那么快 因为现在好像结果对双方都不算满意 所以俄国也不满意乌克兰也不满意 乌克兰打到现在就觉得比较有信心 所以他觉得说我真的是打到快喘不过气了 因为被炸了被什么等等 然后资源也耗得差不多了 当然有国际的强力支持呢 他可以打下去 所以最后呢就是对乌克兰来说 可能比较好打法就是 我等于像打游击战一样 那对我来说是比较好 好那和谈不容易就简单说 双方现在焦点了针锋相对 对不拢 那双方都还不愿意让步 但是就是如果真的再打下去 再打再多打几个月 甚至打超过一年后 所谓的持久战的话呢 应该就是规模跟强度都会下降 然后就看说双方什么时候要停下来 就像韩战一样嘛 双方打到最后 大家都认知到时候恐怕打不下去了 然后就停到38度线好了 所以就看说现在 大家哪一口气呢 哪一边的那口气呢 想先松掉 大概是什么情况 文医兄你觉得 这目前为止除了这个拿了枪杆 对对方之外现在开始变成是 用嘴巴来来比这个这个这个长短 你觉得他们这个这个比比下去 您个人预测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现在的确是挺复杂的情况 那还有颇长一段路要走我觉得 所以像我也很同意 刚刚明老师说的 就是说现在打仗的情况呢 比较朴素迷离 那和谈要很快 我结果出来的话恐怕是不太容易 一方面当然在俄罗斯他本身受到 国际经济制裁的情况下 他在不管是后勤补给 不管是他的部队受到挫折的时候 需要重新去regroup 去重新整队 这都需要时间之外呢 俄罗斯虽然觉得打得有点难 但是现在两边如果要走向战争的终结 要走向一个peace settlement的话呢 他需要一个解决的 现在很难解决问题 是战争要怎么样定性的问题 因为个别几个item 个别双方的诉求 不是没有可能说双方都找到一些 建设性模糊的方式 来找到一些模糊的共同点 好比说俄国想要的是说 for example 希望乌克兰宣布他走向中立化 希望他宣布说 乌克兰不要加入北约军事同盟 也不要加入欧盟这个政治经济的统合体等等 这些是之前的打仗的普丁他出兵的几个理由之一吧 特别是北约东扩这个问题 但这方面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些共同点呢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好比说如果乌克兰他们承诺说 好我们不加入北约 所以不正式加入北约 但是我们可以是个 Partnership for peace 或是enhanced dialogue partner 什么强化式的跟北约的和谈伙伴国 或者说之后战争结束之后 我跟北约一些国家有一些友好的 两边军队到彼此国家里轮掉 做练习的军事演习的这些活动的话 这就构成所谓的trip wire 也就是说如果俄罗斯哪天要打乌克兰 就会打到柱安之下那边波兰军队等等的 那也就等于对北约军队攻击 这样子就算不是加入北约 也好像几乎等于九成满等于加入了 所以说这方面有没有可能找到一个 俄罗斯可以下了台阶 乌克兰也可以下台阶的方法呢 好像是有可能的 所以说现在纠结的可能 就不是说这些实际的承诺 是要怎么去两边找到共识 而是说整个战争的定性 你要怎么去定义它 两边如果说要和谈的话 和谈完你就有个说 那这个战争到底是有正当性 还是没有正当性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你现在很难说 局势升高这种地步说 你很难普丁说 I made a mistake 我做错 你也很难Zanetsky出来说 我们这种不管是什么伟大自卫 保卫战等等这类的词汇 也很难说这个是不对的方向 那一个战争结束总是应该有定性 是谁的错 谁的错那方要怎么样提供 不管是reparation等等的情况 才能够真正的结束掉 所以现在如果是谈和谈的话 有这个问题 那你只能谈cease fire 谈停火协议 停火协议 现在就变成说 我觉得就连接到明老师刚刚讲了 就是说停火协议 那么如果是局部性停火 如果是全面性停火的话怎么办 那如果是局部性停火的话 乌克兰和西方能不能互信说 普丁不是为了找一个理由 让我北部攻势受挫的时候 找到一个喘息空间 而且是好看点的喘息空间 好像是我仁慈 而不是我没力 然后让他只要喘息空间之后 俄罗斯再继续下一波攻势 那这就是一个sleepry slope的问题 那现在两边很难有这个共性 来找到这个台阶下 那这样刚刚讲的定性的问题 所以不管是停火协议 还是和平协议 现在都还有颇多的这个hurtle 颇多的问题需要去处理完 才能够真正走到那一步 俄乌战争的这个战场离这个全世界的国家 基本上是很远的 不过在现在的局势当中 特别是船舶工具的发达 其实我们战胜的这个发展 看起来比我们其实蛮紧的 在今天节目我们在开录之前 宋文迪老师他特别问一下明老师说 最近还有没有再对中共的二十大进行人事的预测 因为明老师对于在中共的这个局势的分析里面 可以说是国际性的这个权威 明老师说最近被其他的事情给这个分心了 你讲那个人事的预测 我就想到什么想到了普钦 这个已经开始 世界的媒体已经开始找了专家 开始分析这个普钦的下场如何 最新的是有一位这个军事专家 平可夫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提出了对他提出了这个阴谋论 他甚至认为说这个普钦下台 这个是迟早的这个问题 明老师你觉得呢 我一开头我不排除这可能性 一开头我就说这可能性存在 又为什么呢 如果你打得很漂亮的话 这个问题当然不存在 但是对所有的比较独裁国家而言的 发动战争其实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你赢的话那基本全拿 如果你不赢的话那反对势力通通的起来 以这个强国而言俄罗斯这个打 这个基本上算输了嘛 是的算输了所以我才说 刚才的文迪兄讲了那些道理 为什么现在还要再打下去呢 他多少要说我看不到那个点嘛 我看不到解决点 什么解决点呢 对乌克兰来说我要寻求一个解决点 对俄罗斯对普京个人来说 我也要寻求一个解决点 否则我怎么定性说 我为什么发动这场战争 就是他刚刚说的定性的问题 定性不只是说国际上怎么定性 这几个牵涉到的各方 他都必须有个定性说 那我怎么称呼这场战争 我怎么看待这场战争 乌克兰可以说我是自卫反击战 这是标准的大陆术语 那俄罗斯说我是为了反纳粹 我是干什么 我为了拯救乌东地区被虐待 或被压迫的这个俄级的人物或者恶意的这些人士 那双方得有一个定性或有一个出兵的合理性 那你现在对普京来说 如果这个合理性没有得到至少表面上的满足的话 那就你说的我是打数了 这跟时间长短没有必然关系 但有点关系 四天之内打完 他怎么都说 他可以讲 三十几天还没打完 那最后打下要停火之后 他得想不想去定性一下 所以你说 如果和谈停火 可是这个战争把火已经烧到普京自己身上了 是现在问题是 你的定性就回来讲说 那我普京说我为什么现在可以停下来 如果现在说不过去的话 那文迪兄刚刚讲的 那你为什么发动这样的战争啊 大家不要忘记 希特勒这很快时间就把大半个欧洲打下来了 他都面临被自己高阶将官暗杀的这个命运 人家杀了42次 只是加坏命当没被杀掉罢了 可是换句话说 这肯定是绝对存在的 所以我们不能排除 就是国际上对这件事情的猜测 其实普京自己心里有数 他也晓得他说这东西是有点危险的 只是现在看起来就是 他的确可能是有点错判形式 有点错误形式 所以发动战争的 我觉得其实对这个国家来说都有相当风险 是因为刚才这个明老师提到的这个希特勒 这个奥特勒他当时面临这个暗杀 是一个的确是一个发生的事实 所以当平可福先生他提出来 他觉得说这个普京大概也会迟早要下台 甚至可能面对暗杀的可能性 就立刻引起我的注意 因为有人愿意把他谈的台北上来谈这个事情 所以文迪兄你觉得呢 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我觉得当然俄罗斯现在内部问题的确是很多 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棋手式的一个回答 那我觉得普丁的确他就像很多很多的威权主义强人一样都有个骑虎南下一个一个老问题 那你看他上台大约20年上下嘛上来之后大大小小四场比较明显的战争吧 一个是车城 一个是2008前后的那个打Georgia 再来是2014Crimia 然后到现在是打乌克兰 基本上每次他如果觉得他的统治的正当性 好像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 他需要重新在精英集团里面树立他的权威 然后也向他的选民们证明说为什么应该是我当家的时候呢 那最常见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来所谓的make Russia great again 让俄罗斯再次伟大 那这是一个常用的招数 那现在他问到的情况就是好几年前大家也问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你已经习惯你的正当性是建立在so much winning 好像选我我们就会一直赢下去 这个前提下的时候当你现在需要公开在全世界压力几破之下 公开承认说不是选我就会so much winning的时候 那么你的正当性需要从哪里而来 当他找不到的时候呢 就会有其他跟他在各个方面 不管是利益团体不一致 或者是政治思想不一致的其他的势力 可能会找一些方法来说 那就不然就换人做做看 在这一个比较偏威权的系统里面 可能你要民主的选举方式把它换下来 是有着各种大大小小的困难在里面的 所以说那么用制度性之外的手段 包含政变包含军事上的一些变动 包含甚至个人层次的刺杀等等的 这些可能性现在就从可能 从之前的几乎不可能想象到现在 好像必须列入考量的选项之一了 我算了一下 我说美国大概上中下三册 上册就是趁着机会进一步 列解俄罗斯 让俄罗斯在安全上 对于欧洲对美国 对世界各地都不再是更大的威胁 这是第一个 中册就是至少彻底打垮普京 然后把它拉下来 下册就是如果他还撑了 那好那咱们拖延战争 削弱你们 让你不能干什么 坦白说这件事情 如果走了这样的话呢 对中共来说呢 可能也是件好事情 对不对所以大家现在就在宾夕推演嘛 就说啊推出来的有 比如说上中下三册 然后各册的结果是什么 然后每一个国家就希望说 我希望中册 我希望上册 我希望什么 然后都推对对对 所以大家现在正在干这事 不过有时候看这个国际政治人物 我觉得大人们讲话 对很有意思 刚才明老师说 美国这个大国家 即使心里这个想了 那个拜登总统也不应该把他说出来 可是美国的这个国务卿 美国的这个官方都已经正式的认定 普京是战犯 都已经认定他是战犯的 你还会希望他留在那个位置上 这个基本上也是有矛盾存在的嘛 这就是因为你不能说 对对对对对 好宋老师我现在请教 假定这个拜登心里面想的 或者是其他的国际的政治人物 他们心里想让普京下台 但普京如果真的下台 这个局势对国际上是个好事情吗 普京如果下台的话 当然我们首先会面临是比较长的 一段的混乱期 在俄罗斯内部的政治行为力的重整上 乃至于他内部国际秩序 内部的政治秩序的重整上 因为俄罗斯现在的情况是 普丁统治这么多年下来 因为长期稳定执政 所以说跟这个政权绑在一起的利益团体 包含说主要的经济的所谓的Oligarch 中文不知道怎么讲 Oligarch 网头 OK经济Oligarch这些 他们的利益已经比较明显的是集中在几个sector 包含像能源 包含像天然气等等这些东西 那他整个经济体制呈现相对单一化的一个情况 那当你的经济主要命脉是跟这个人 以及这个人可以给你的政治favor 政治的能量政治的好处绑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人倒的时候其他几个寡头一起倒 但是也因为连续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所以说你很难很快找到替代他的另外一批 经济力量和经济政治的联盟出来 而且是一个可以稳定的联盟 也就是说短期内我们可能会看到是一个 如果普丁倒掉 那么会是一个相对于忙于内部事务的 然后可能会连续出现几个相对于或者短命政权 或者说相对比较弱势的领袖的俄罗斯出来 这样对于国际上来讲的话呢 中共可以想象会觉得说 那我会找机会来看有没有可能 透过趁他比较内部纷乱的时候 用比较分而自知的方式来其中做合纵连横 来培养出另外一个可能更仰赖中共的政治经济等各种援助才可以稳定住政治权力的俄罗斯领袖出来 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反而会深化俄罗斯和中共他们的地缘战律上的联动性 这是一个可能需要去关注的问题 其实俄罗斯的寡头他们跟西方的关系 这种错综复杂的利益绑的是很紧的 所以我想这个像刚刚宋老师所说的 如果说真的普京的这个地位动摇甚至是垮台的话 我认为这个中共他不见于乐于见到 那甚至于中共在这个局势之下 他是可以找到他自己可以失利的这个点的 好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形势 不管这个普京他的地位如何的这个动摇 或者一问普京他被取代了 他还是要面对这个乌克兰的形势 所以在未来的状况之下 即使是普京他当权在进行这个peace talk的时候 他也不要放掉这块这个所谓土地 因为还不是他领土 那即使有新的这个俄罗斯领导人出来 我想他也不敢放掉 因为大家反对的是这一次的战争 并没有反对原来的那个形势 在俄罗斯内部 所以明老师那个看起来 在这次打完之后 是不是乌克兰整个就是南北海洋化 有没有可能 我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回答你刚刚画的有一个点 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什么人取代普京 如果说俄国真的打到无力再战 然后普京被暗杀的话 那刚才文地医生讲的很有道理一点 就是说我们怎么诠释这样的战争 我们怎么看来这样的战争 那大家说那对俄国来说 比较简单办法就是 全部推到普京圣杀 是他他个人野性太大什么的 所以我们为了什么 所以我们把他暗杀了 那我们把他把他做掉了 而政变兵变或是暗杀什么等等 把他解决掉了 那这样的话你刚刚讲的乌冬的问题呢 相对来说就可以比较弱 也就是俄国不必说我一定要死死抓住乌冬 然后才能解决问题 这样反而他可以脱开这件事情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我觉得俄国最后呢 大概赔偿这件事情是肯难跑掉的 他必须要赔偿乌克兰 如果说他真的是某种警察 他认错的话 那现在回到另外一个话题 有没有人能够取代普京 其实你如果注意的话 其实我想你应该想起来了 前大概三两个多礼拜的时候 就有人讲过说 有人内部在考虑呢 暗杀普京去带他 谁在想这时候呢 寡头 说谣传了 说寡头呢 正在考虑一个方案 然后连替代人权想好了 替代人权是谁呢 现在的情报头子 为什么 因为普京那批人是情报头子 是情报集团出身的 所以这些人呢 彼此有相当紧 因为他们几乎是制造一个体系 在很多国家都属于此 在苏联的时候 当时更属于此 到了俄罗斯的时候 好像因为是普京当权关系 好像这块地方呢 没有得到太大的削弱 这些人不但基本上还在位 然后呢 虽然换了名字 而这些人很多跑出现 干了各地方的政经的领袖 甚至成为寡头 所以这批人呢 原来的KGB 或者跟KGB关系比较深 这批人呢 现在变成了俄国的 所谓的政经界的精英 所以政经界的精英 发动政变 把普京推倒的话 然后再来收拾这残局 那就几种选项 一种就是 他觉得说有把握打赢的话 那我乌冬我要撑上去 他如果没有把握的话 那把东西全部堆 把所有责任 推到普京身上 然后干净收手 然后寡头继续跟西方 做生意赚他们的钱 但是呢 俄国老百姓的日子呢 不会好跨过到哪里去 所以大概会是几种局面 好文明兄刚才回来 刚刚我那个问题 因为东欧原来的这个分裂 这个就已经是存在的嘛 所以假定这个 不管是未来谈判 或者是这个普京 他被这个取代了 东欧的那些个政治领袖 他们也不可能就放弃 他们现在所拥有的嘛 因此假定南北韩化形成的话 你有没有可能在这个乌克兰内部 形成了一次游击性的这个内战 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了 那我想先很简单的这个呼应一下 明老师刚刚讲的话 就是说在普丁周围的这些人身上 因为当他刚宣布要进军乌克兰的时候 就有人做分析嘛 说他们普丁的决策体系 主要是他的国外加安全委员会 那其中五个人是主力的 五个人里面有四个人是情报系统出身 这四个里面还有三个 是普丁当初在圣彼得堡那边的时候呢 他的情报的那个好朋友们和下属们 所以说可以看到他的权力和决策机构 他是多么的相对于单一性通知性和封闭性 这一方面可能可以解释 为什么他会做一个 事后知名的角度 至少看起来是颇有值得 质问空间的一个决策 在这个战争上 那回到主持人刚刚谈的东乌克兰问题上面 游击战的可能性的确是存在 那我觉得普丁他出兵的一个重要的论点是说 我们都是乌乌 所谓的斯拉夫 都是斯拉夫人 好像应该归在同一个国家的旗帜之下 那现在他另外一部分的论点是说 我们要去拯救那些俄罗斯裔的那些人民 在东乌那边受到所谓的新纳粹 迫害那一批人 但现在看到的情况是 他们在打乌克兰的过程中呢 在乌克兰东部的Karkov这个城市 是乌乌一占绝大多数人口比例一个城市 反而是被打得最惨的两三个城市之一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好像对于乌克兰 对于俄罗斯裔的这一些居民 比较往开明比较有认词 是因为这个论述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崩盘的时候呢 那东乌的有很多的地区 可能就会有点陷入孤儿的一种心态 因为当然乌克兰政府本身对我们觉得说 好像你是不是被俄罗斯占领几年之后 你或者说被俄罗斯影响几年之后 你的思想跟我们不是那么完全站在同一阵线 同时这些人他们面对俄罗斯的时候 又看到俄罗斯对于其他的Russian Ethnic Russians是这么样的手腕 毫不心软 那就会有点国际孤儿的心态出来的时候呢 下一步可以想象就会进入一种比较偏chaos 比较混乱甚至有一点群龙无主的情况 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大的外部势力来维持秩序的话 那么游击战南极地方军阀割据就是一个下一步很可能出现一个情况 在这次俄乌的这个战争当中 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状况 就是NATO当然没有对这个俄罗斯宣战 但NATO相关国家里面不断的这个给钱 给飞弹给炮弹给各种军需品给这个乌克兰 你看起来你就觉得已经是两个大战云开打的那种感觉 只是没有彼此宣战 其实在这个朝鲜战争的时候 美国跟中共也没有宣战 打的也是火拼了三年的这个时间 但是有一个新的这个情况发生 而且是大规模的 就是俄罗斯遭到了这个经济制裁 西方国家当以美国为首 把这个swift就是他的这个结算的这个机制给卡掉了 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了这个俄罗斯的寡头 他们遭到了制裁 他们很多财产被冻结了 甚至于连俄罗斯的中央银行 他们的这个外汇这个存体也被冻结了 好这是一个新形态的这个战争的这个模式 跟手段的明明老师 以本质来说不是 但以手段来说是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国家的跟国家走到这么激烈对抗的时候 我们一句话说完 无所不用其极 军事这个斗争 然后经济金融文宣谍报全部用上了 就是我能怎么削弱你 我能怎么打败你 我就怎么干 事实上经济战以前就有过 早在春秋战国五根月打的时候呢 就打过经济战了 当时打的是这个米粮之战嘛 那今天当然就是工具不一样了 一战的时候你看到无限制潜艇政策 打对方的商船队 二战的时候也打对方商船队 打补给钱打什么 所以经济战一直是战争当中重要的一环 然后经济战也是国家战争的工具的一个部分 那今天的特别在说 因为比较全球化了 然后大家这个交易多了 所以这个金融结算了 然后这金流往来呢 非常密切 那你这么大个经济体 我把你金融切断之后呢 你跟国际上不能来往的时候 那你就 你这个 讲的简单一点 你没钱打仗 那是最简单的说法 而当时拜登跟北约或欧洲国家呢 他们想的就是这样子 我不出兵 但我在经济跟金融上我掐死你 让你没有力气去打 然后呢我源源不觉得提供这个军火了 提供各种东西给这个乌克兰 只要他能打好我让他去打 那这样就等于说我用了新的战争形态 所以你刚说是不是新的战争形态 在这个意义上说是 但是你说以经济战跟金融战说 那倒不是 俄国我觉得说相对还比较容易一点 所谓容易就是说 俄国呢第一经济规模不是那么大 然后第二呢 它跟国际金融跟什么那个连接呢 其实不是那么密切 其实二十多年前呢 当时我就想过一件事情 我说如果这个世界各国将来有一天 要用经济去制裁中共的话会是什么样 二十多年前我想的问题 我说我说那时候因为这个 中共刚参加WTO 然后看见说经济可能要起来 还没起来那时候要起来 但那时候经济改了一段时间了 我说如果是量化美国呢 人家说杀人一千自损八百 我说这可能真的会发生这个情况 如果到那时候要用经济制裁中共的话呢 或者杀人一万呢可能自损九千 俄罗斯情况相对容易 我刚说了因为它跟国际金融的这个连接呢 还不那么密切 你今天这样去对付它呢还是可以的 不过它说什么 我说就是因为全球化的关系 所以对俄罗斯的经济跟金融制裁呢 效果就会相当大 那你现在看来就是俄国现在慢慢觉得说 哎我好像被搞了窒息了 刚才文靖兄九个话讲了有道理 俄国是一个这个出口大国 但它出口大部分是原物料啦 石油啦天然气跟矿产 它的工业产品是不多的 所以大家说它可以拿来制裁欧洲各国 反过来说它制裁的时候它就没有钱进来 所以这是一个双面刃 这种东西是双面刃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就是说 其实欧洲各国对于 是不是要继续制裁俄罗斯 然后制裁到什么程度 跟美国的立场是不太一样的 但你刚刚说是不是新的战争形态 简单说是的 而且产生效果了 文靖兄如果说这是一个新的这个手段的话 您觉得有人说 这次的这个战争已经终结了全球化的时代 是吗 的确一定程度上 如果说可以说是conditional yes 基本上全球化 把这个像阿塔学者这种词汇出来一点点 基本上如果全球化它带来的一部分 我们回到nomade angel化 当然就是高度的经济互来性 那把这个跟民主和平论稍微挂钩一下 跟自由主义自由制度主义挂钩一下 就是说高度的经济互来性 可以带来提高战争的成本 也就进一步让战争发生的几率降低 如果说是这个逻辑的话 那么现在大家常常谈到了一个情况 一个词就叫做 Weaponized Interdependence 也就是说经济互赖性被拿来武器化 被拿来不管是直接战争化或者协助战争化 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确全球化会因为这一次事件 而得到一些新的所谓的路障而出现 那刚刚像明老师也有谈到这一些 比较新式的战争手法 那这些词汇我们看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一度我看到那个大陆那边有一些词汇出来 比如说那时候有一本书嘛 叫什么货币战争 我还记得大概Late 2000的时候 那现在我觉得我们看到是这一些战争的方式 他们在和一些西方 一般属于内政层次的论述 慢慢有在结合起来的一个情况 在西方 特别是美国为主 会看到所谓的Walkness 这个比较偏中左的一个思维 谈说不管是族群平等 不管是人权价值等等 进一步套用上商业上 就出现说我们要求西方国家 希望他们公司在他们的供应链 在supply chain上面 有出现更大的人权的监督的情况 包含说不要用奴隶制造出来的 或者准奴隶情况制造出来的产品等等 这是一个新鲜的论述 那些东西被连接到现在的乌克兰战争上 就出现说那既然叫西方公司 也不应该去赚一些所谓的 不义的战争之材 于是说制造舆论层次的压力 来强迫这一些multinational companies 去从俄罗斯这边慢慢的撤资 撤出这个市场 以及断除跟他们的各种经济连结等等 所以说这个时候information warfare 或者说资讯战论述战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争的 一个新的环节 特别是社交媒体年代 所以看到经济讯息乃至政治论述 和domestic politics层次的workness 这几个慢慢出现新的连结 这个可能是比较新意的一个地方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两位 都是学友专精的这个国际的学者 我这辈子突然觉得 这个当这个学者 真的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 而且打仗呢可能会创造新的 这个学者的这个商机 为什么呢 台湾有三个起码起码有三个大的集团 最近就是他们很怕这个媒体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不撤离俄罗斯 这个华硕 宏基还有维新 我相信还会不会点点点出来还有别的 因为你知道日本的unicolor也被点到了 这个突然间这些集团 觉得他们要养一批这个国际战略 所以国际形势分析的学者是很重要的 所以恭喜两位又有新的这个出路 所以你还面对这个太复杂的这个形势 尤其台湾的这个企业家 大概一辈子没有想到说 我们在面临这个时候要选边站的这个问题 坦白讲你现在选边站你要撤 这对台湾的企业界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在 怎么撤都不知道 好那换句话说 刚才我问说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不是这个结束了 我要换另外一个角度 其实现在的这个企业的这个发展 已经不能用过去我们单一的那个想法的嘛 所以以台湾的这个这个形态而言 台湾的企业本来我们就是要往外走的嘛 那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情势的这个发展 特别是两岸关系也很紧张这个状况之下 好不管是俄乌战争不管是两岸的情势 明老师你觉得身为台湾的这个国际化的这个企业进行者 到底要怎么样全新思维啊 这段话不收钱 这话讲回几年前哈 川普刚刚上台之后呢 大家觉得说他是一个商人 那我们多少这样认为 看了时间我们说 这个人可能不只是一个商人 他的政治上的一些计算蛮厉害的 虽然就是大家打开电视看他呢不太舒服 但是觉得蛮厉害的 然后到了17年底的时候呢 17年下半年的时候他一直讲说 美国贸易逆差很严重 然后要想要平衡贸易逆差 当时我们就琢磨说他在想什么 美国贸易逆差那是七千多亿 然后中国大陆加香港呢是五千多亿 所以要开刀呢应该是中国大陆 所以17年底呢我跟一些朋友在谈 我们说哎 他可能要想办法平衡 跟中共之间 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 看来看去只有贸易战比较可能 17年底下半年了快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这样想但我们没有公开讲 到了18年 17年底我们思路成熟了 然后18年1月2号 我们就公开讲我们说美东之间可能贸易战 讲出来说世界上很多人对我们嗤之以鼻 比如说你们在胡扯什么 3月份的时候 美国寄出301条款 然后这个贸易战呢 八字有一撇了 6月15号呢双方正式开打 你惩罚我多少多少 我惩罚你多少 双方开始打了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 贸易战一开打的时候呢 它的冲击面呢 那个就是非常广的 因为你知道美国那个经济实力是非常雄厚的 经济科技跟那种全球那种操控能力都非常强 所以美国这样一打的时候那问题就很大了 所以我们说 这个冲击会非常非常大 我们看后面怎么走 当时我算了几件事情 后来我就拖一些这个就是 三次业界的朋友的很高层的朋友就说 哎你们提醒那家公司 他可能会被迫选边站 我就不说明哲 我就跟跟就间接上讲一下 就我的朋友就跑去讲了 跑了后来我就问他 哎讲了结果怎么样 对方嗤之以鼻 怎么可能我们会要选边站呢 我们这么大家公司 怎么会被美国压迫选边站呢 我说看来是会 因为到最后会打什么呢 打到最后 因为他前面打了中芯嘛 所以我们猜后面 可能会打华为嘛 但是我们完全是用猜的 后来慢慢是算出来的 先是用猜的 先是一个hunch 然后慢慢就算出来 所以可能会打华为 算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贸易制裁呢 已经就差不多 就算出来了 那么也就是说 这些大厂商 会被迫选边 不管你有多大 会被美国压迫选边 所以 你刚刚讲说 台湾这个问题 我很早就讲过说 台商情况不太好了 跟过去情况不一样 过去 这个大陆是夹到欢迎你台商去投资去干什么 在2010年吧 汪洋当时要求腾龙换鸟的时候 我们已经看见了 我们说 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 很好的指标 因为地方 对广东来说呢 这些过去帮我创造很多利润 跟商机的这些企业呢 现在不再那么管用了 他们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啦 什么等等 我想把他们赶走 然后引进一批新的 这个工商企业进来 所以叫做腾龙换鸟 我觉得这件事情 广东是这个春江水暖鸭先知 所以他会先做这件事情 但慢慢就延伸到 从整个珠山脚到长山脚 或到什么地方 慢慢中国大陆就往这个方向走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 梯度发展的一个概念 所以讲回你的主题就是 他其实呢 这种过程呢 在很多国家呢 逐步会发生 我们台商呢 最早大陆去投资 是因为语言相同 文化相同什么等等 然后我都不用做任何的R&D 我不用做任何的这个研究发展 我把整个台湾东西搬到大陆上去 然后就放大三百倍就好了 很容易 好了 当大陆这个所有什么工资也上涨了 水电什么都上涨了 当我的这个成本都墊高了 不再划算的时候 我要么就是说R&D 我在升级 要么怎么 我去找下一个更廉价的劳工各个地点 他就出现这种现象 换句话说 我们过去讲说工人无祖国 现在进入就是跨国企业无祖国 所以你刚刚讲的现象呢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全球化的一个部分 但这个事情恐怕 除非你刚刚讲说真的全球会被逆转 否则这现象恐怕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 是文明兄您的观点 因为台湾的企业在这个这波当中 是不是叫选边站 其实基本上是非常非常被动的 OK 那包括了包括了TSMC在内 那他不得不发个声明嘛 这个这个遵循美国 遵循国际间的这个嘛 但是其他的那些企业 你基本上他们能闪就闪 能躲就躲嘛 那假定国际企业是无祖国的话 在刚才米老师分析的部分 有关是这个市场结构的问题 可是在现在的局势之下 特别是反中的这个氛围 特别是在欧乌战争之后 中国的这个地位跟角色 可能会有些变化 所以台湾的这个业者 应该有什么样的战略思维 我觉得现在如果说商人无祖国的话 那么现在在社交媒体年代 他们希望公司们 OK你可以没有祖国 但你需要有价值 所以说一种意义上 可能现在对他们的监督 可能比以前还更 力度还更大了不少 那这回到刚刚讲 Human Rights Governance Supply Chain的问题 就是说大家希望在供应链上 可以更多环节上证明说 你的钱赚的是干净的 很长的时间以前 包含在美国 对中国用接触政策 或交往政策为主文年代 那时候大家都很高兴嘛 就是engagement 传统的现代化理论 就是说OK我们去如果说中国经济发展 可以带来经济自由化 甚至民主化的话呢 那么西方公司去中国大陆赚钱 好像还是推动他们经济转型的 所以这个钱赚得又爽 然后道德杆还自我感觉良好 以前是个双赢的局面 现在这个双赢局面越来越难发生之后 那就不得不进入选边站的情况 现在竟然你居然想要躲的话 世界上还是会有很多人去主动点明你 说你的表态怎么样 那慢慢变成这种 比较polarized的话的氛围情况下 你只好很多时候去主动积极的 就价值选边 即便不就个别的国家战略选边 但你必须清楚表达你的价值 所以说好比说最近的华硕的情况来讲的话 也是有点类似 我明明会希望说 如果说台湾是一个 台湾跟大陆的情况 可以跟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况 有一定程度的连结性的话 因为都是在一个强权旁边的 一个新性民主政体 那么台湾会需要去证明说 他是一个sympathetic actor 他是一个有同理心的社会 所以说如果大家希望哪天台海发生情况的时候 那么有其他的世界上 其他的价值观相近的伙伴和朋友们 也可以对台湾有声援的话 那么现在在乌克兰也遇到问题说 好像台湾就不能够完全置身事外 因为说还是一样人机几机嘛 人家有问题你不照的时候 怎么希望你有问题人家来照你呢 那这个情况如果是政府的立场的话 那很自然有时候也会被连结到 一定程度需要靠政府的subsidy去发展去壮大的 各种的私部门的公司上 那这是我觉得私部门的 不管是政治风险分析单位 或者说他们的公关单位都需要去超前部署 武汉思考的问题 是的 好我们接着要开放在Clubhouse现场的这个听众朋友 那么近来发表您的谈话 或者是您跟我们两位这个专家学者的请教 同时我们连续开放几位 我们先欢迎艾凡妮好不好艾凡妮 好的 大家好 我是Tina News的房主和主持人艾凡妮 正好我礼拜天也要看相关的房间 那我今天有两个问题要问明居正老师 拜证正老师你们也可以一起讲 谢谢明居正老师 第一我觉得您刚才讲到俄罗斯侵略的有一个理由 就是乌克兰东部是乌克兰居民 但是俄罗斯历史以来都有侵占了别人的国土 就把那个国土上面的人全部杀光 然后移民过去 然后再以此理由回头来说 我们为此侵占伸张正义 他们在中国的海兰屯 那个江东六四屯海兰炮全部都这样干过 这是第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理由应该是不成立了 第二个问题在你们的房间里没有讲到 那这两天波兰15名国会议员联名提出了新欧洲方案 主要的议题就是如何肢解俄罗斯 你们刚才讲的是 如果是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分成两半 但是这是一个新的议题 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 第一 家里民戈勒还给波兰 第二 俄罗斯只保留亚洲领土 全部欧洲领土 华挥欧洲各国 第二天 军方的大佬前陆军司令员斯克日普 公开呼吁波兰有权收回二战后被俄罗斯占领的 加里民割洛地区 以上两个问题你们怎么看 谢谢 好的 谢谢范妮 我们欢迎下一位杰森 好吧 杰森 来掌握时间 杰森 好的 我最主要是两个问题 想问一下明老师和松老师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现在的俄乌战争结局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有一个 有两种可能性是普京继续在台 另外一个就是俄罗斯可能就会有政变 然后我想问一下明老师 如果这个最后的结局 到底这会出现一个清欧美的俄罗斯 还是一个更加清中共的俄罗斯 如果是出现了一个更加清中共的俄罗斯的话 那世界会对防范 如果出现了更清中共的俄罗斯的话 这会不会直接跟… 因为俄罗斯有各种各样中共需要的天然资源 会不会更加赤字中共去清算台湾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想问宋老师的就是 宋老师之前有提出一个volus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volus其实是现在在西方 左派是叫的最小的 但宋老师你在澳洲我也在澳洲 其实我们都在澳洲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澳洲的Labor Party工党政府是一个最亲共的政府 哪怕到了就是上一年我们要 就是说提出要把这个一带一路给去除 就从澳洲踢出去 维州政府的Daniel Andrew 他是攻党的这一个政府 他是使要保住这一个一带一路的 你好 我是信齐 我是UBC的教授 那过去这20年在加拿大将近20年 我的感受是我们加拿大的政府 联邦政府跟中国的关系有很大的一个转变 20年前当我刚开始在加拿大的时候 我们还有很多跟中国政府的 一带一路的一些合作关系 过去这一年因为孟婉军事件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 还有还有就是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 我明显的看到就是说很多的中国的研究生 来到加拿大有一些系 其实是不希望他们 然后还有就是说 研究学者必须要去declare 我们是不是有跟中国合作 如果说是跟国防有关 跟biomedical有关的 所以我想要知道就是说 你的题目是讲说乌俄战后的去中国化 其实这个在加拿大正在发生中 第一个就是俄国打乌冬的理由是说 要拯救那地区被压迫的恶意的老百姓 对 这是一点都不错 阿凡你讲的对 俄国多年来都用这手法 其实这个手法过去在一两百年都常常用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它这样做是对的 它只是一个借口罢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波兰那个方案我觉得提的早了一点点 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激起俄国的抵抗之心 你如果现在不说这事的话 大家说这个因为普京制造战争 然后制造人类罪恶 然后这个迫害人权什么等等 然后大家推翻它可能没事 现在你说 我们不但借着机会推翻普京 我们还进一步制纪俄国 然后再把这块这块分给谁谁 你的刺激俄国人起来去支持普京 所以波兰这个动作我觉得可能是 亲普京人搞起来的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结局呢就是 普京不管在位或政变呢 俄国将来动向会怎么样 应该这样看起来就是 普京如果继续在位的话 亲中的可能性比较大 普京不在位的话 那两边都有可能性 所以现在要看说到底谁上来 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来就是过去 比如说中共每一次换领导人 大家都想说 下个领导人会不会推动中国民主化 大家都想突然问题 我们在节目上也讲过 所以现在讲这事情 我觉得为时过早 所以恐怕还没那么快能够做定论 要看是谁上来 然后这 UBC星球老师问的问题是说 现在对这一带一路警觉 是现在我们注意到就是 很多国家对于这一带一路 什么孔子学院什么的 都比较警惕了 这个事情坦白说 还得必须感谢川普 他真的是把这件事情挑到 挑到让大家注意到 而中共过去做这件事情 做得非常隐秘 然后也用了非常这样说吧 非常精致的手法去推动 所以对他来说 得到了一些很 意想不到的成果 那现在大家注意到 发现说这是一个 渗透跟统战的工具呢 所以认识人越来越多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很大的困难 那其实十几年前呢 当中共刚刚推出一带一路 跟类似 其实还不是叫一带一路 那叫千人计划 千人计划是拉人才的 当时我就跟一些朋友讲过说 不要参加 我有点危险 他不以为意 那现在是有点危险了 当然他本人可能没事 但是牵涉到计划的本身呢 都恐怕风险都比较大 所以一带一路跟这样 其实中共对外的渗透的手法呢 是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我想异并提出来 跟大家提一提 是 宋老师 好的 好 那我简端的回应一下 首先是欣奇老师 加拿大的这个教授 的确这是一个 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方向 包含在澳洲内部的话 我们在申请ARC 就是相当于澳洲版的国科会吧 申请研究经费的地方的时候 也越来越多会关注说你的国际 你的国际的研究的合作对象 以及那些对象 他们处在的国家的那种 人权法治的基础怎么样 这是一个慢慢在关注的地方 在私部门的话 也是我们有我们的 Foreign Investment Review Board 就是说 外国投资者的这种 重新评估的一个政府单位 来评估说 这一项外国投资对澳洲 是不是会带来 国家安全方面的风险 那如果他们评估 是会带来风险的话 是有可能政府决定 去否决这些投资案的 所以这些不管在学术研究 或者私部门 都是在慢慢在澳洲 得到很多重视 然后在那个有一位 艾芬妮 艾芬妮 对他提到的议题 的确波兰这边的话 一部分我也蛮同意 就是明老师讲的东西 就是说 性爱提可能的确会帮助普丁 激起所谓的接近说 精神团结保卫党中央的 这一类思维出来吧 就是说本来他就觉得说 俄罗斯被西方国家围堵等等 那现在好像给他多一个 一个evident 多一个论据说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是一个需要观察而已 那当然也不排除说 这是另外一种西方国家 用一种有存在 plausible deniability 也就是说可抵赖性的方式 来增俄罗斯施压的方式 来增压说 哎你们看普丁的确是在外国 是这么的不得人心 那会不会你国内 如果内部有一些 比较思路跟西方接近一点点的 要不要趁机来 呃抢导众人推一下 这也有可能 那提出了毕竟不是总统这一集的 所以说还可以施压 同时又有回旋的 撤回的空间在 第三点是 Jason兄 澳洲的Jason兄 的确这是一个澳洲 今年特别的选举年 很有可能大概五月份 就是不到两个月后 澳洲会举行大选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澳洲两党 他们在重新盘整 中国政策的时候 那目前我一直看到的情况是 在战术层次 可能澳洲的执政的保守党 跟在野的工党两边 在对中国政策论处上 会有一些强硬和和缓的差别 但是在战略层次的话 对中国人无主国 跟去中国化扣提的部分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接下来 就是说战争 已经可能快靠近尾端的部分 那还有整个中国化 其实去中国化 这部分好像已经变成一个主流 那我想问说 台湾如果选择去中国化的阵营的部分 我们有可能在未来世界的市场的部分的市占率 跟中国拉大吗 我的意思是说 选择尊重这个潮流 跟选择尊重规范 我们可以拿到我们的好处吗 我想问牛肉在这里吗 第一个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乌克兰跟俄罗斯 他们两方在这个战争当中 都对台湾的这企业 当然都相对来说 他们希望我们在这部分上 要有所作为有不所作为 那当然像华硕门 或者是鸿基门的部分 他当然选择 如果退出俄罗斯市场的时候 会不会未来 就是要再回去收回的时候 可能已经像我们说的联想 已经占好这个位置 第二个部分 我讲的比较白一点 乌克兰的部分 我们当然针对他们 是一个人道救援 我们不求所有 但是有没有可能 其实我们这样做之后 其实乌克兰也不会 让我们在未来 在重建他们这个市区 或重建他们市容 重建他们这个城市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不会获得这个机会 我想请问这两个问题 谢谢李子 来我们欢迎帕炳 来帕炳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问的问题比较贴近 我们平常人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例如2019年 这个香港反送中社运之后 很多人就发起了这个 罢买中国货的运动 那这一次俄乌战争之后 也很多人支持 就是买这个乌克兰的产品 罢买这个俄罗斯的产品 那我想问三位 就觉得在罢买中国货 这一个运动上面 你觉得能打击到中国吗 另外一个就是 我替汉超老师问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像大翻译运动 这段时间的大翻译运动 这两个我们平常人 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可以打击到中国吗 谢谢 我再这样说 我们刚刚讲的意思就是说 去俄罗斯化比较容易 去中国化比较困难 中国的经济 金融各方面 跟世界交流比较紧密 所以要去它是比较难 所以这样说吧 在高科技很尖端的部分 去中国化比较可能 但在中低阶以下 我想几乎很困难 各位看一下中国出口产品的那些货类 然后它的这个门类等等 跟世界各国跟它的贸易 那规模的小说 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去中国化我想 应该这样说吧 对台湾的商界而言 你是不是有这么大的选择的困难 要看你从事哪一个行业 你若是高精尖的话 那恐怕你要被迫去中国化 但你若不是的话 那这个问题不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那个俄国跟乌克兰 都喊话台湾呢 然后说希望说台湾要怎么样 怎样 但如果台商退出 将来会不会回不去呢 坦白说真有这可能 这东西是一个 这个很困难的选择 刚才文迪星有提到 你是商业利益跟人权之间 你要怎么选怎么摆正 这的确是一个两难的话题 今天大家不要说别的 你看美国的NBA 你说叫他选 那个Kent不是被罚得很惨吗 对不对 他NBA在选呢 所以这个的确真的很难 我也很难做决定 这得具体看到你的公司 看到你的行业 那我才能真的说你 你能怎么做 那将来如果重建的话 乌克兰会不会让台湾参加重建 应该说不会排除了 这样说吧 那个中共会抢这一块 它会很大力抢这一块 对来说呢 它有很大的这个商机在里头 世界各个都想来 但是我猜是这样子 如果说乌克兰真的还是 Selensky或者说 亲西方派主导的话 那么西方公司进来的机会比较大 中共的这个 中国大陆这个公司进来的机会 相对比较小 而台湾如果说 挂靠在西方公司这方面呢 那进去相对就容易 也就是说台湾恐怕 是很难单打独斗的 所以我不认为说 台湾不可能参加重建 现在问题是说 你怎么样去选你的这个路径吧 这是对Eats的这个问题 POPPING有两个问题 第一呢 反送中这个事情呢 你说少买这个中货 会不会有帮助 应该说有点困难 因为它的量跟什么各方面比较大 第二点我想谈谈大翻译运动 大翻译运动 我觉得一个很精彩 然后很有创意的想法 大翻译运动我觉得是第一可以做 而且我在多次节目上 我也建议大家说 世界各地的香港朋友们 因为你们的语言 尤其英文能力比较好 应该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让全世界都看清楚说 中共的大内宣跟大外宣 它对俄乌战争的立场 其实是不一致的 它的大内宣立场 才是它真正的立场 大外宣立场是宣传用 并不是它真正的立场 所以大外宣对于揭发 中共的这个本质 让世界了解 应该这样说 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这件事情我是很赞 好的 宋老师 好的 那我就pick on 去中国化这个议题 我可能有一部分的工作 可能已经被做 就是说有一部分也是 现在大陆学界有一点点 自我去中国化的一个情况 或者说学术界脱钩的情况 这几天刚好是美国的重要的AAS 就是那个美国亚洲研究协会 他们开年会的时候 这几天就去一个情况 就是说本来 因为疫情的关系 有些人当然会是hybrid形式 有些人到现场开会 有些人往上 透过zoom的方式开会 现在出现情况 是在大陆境内的学者 今年几乎全面性的去 不管是志愿 或者是被逼的去boycott 去全部决定不出席 今年的美国亚洲协会的年会情况 所以一部分是因为 据他们外媒透露 是说因为他们在这种政治环境下 需要得到上级的审批通过之后 才能够参与这些国际的交流活动 那如果这消息属实的话 那么等于说至少在知识层次 文化交流层次 很多所谓去中国化的动作 等于是大陆方面 已经自我执行的很多一部分 所以说they already got the job half done in sense 那另外一块是讲商业利益跟价值选择 这一块 的确一部分这两个之间是一种困难的选择 没有错 那可能不是作为一个学者 也很难提私部门去决定什么东西 这是他们个别的选择 但有一部分需要讲的是说 商业利益跟价值选择之间 现在好像越来越在社交媒体内 那越来越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 而是很多时候已经两者逐渐挂钩到一起了 包含说如果刚刚讲到了 如果你在很多的价值议题上被认为是 离社会的主流论述距离太遥远的话 那么大家会因为价值选择去杯葛你 也就是说价值和商业利益慢慢是重新挂钩化 而不是两个非此即彼话 我们时间的关系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贵宾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提问 节目的最后我举一个例子 那么让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议题 其实它的复杂性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多 有一位曾经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列席贵宾 他告诉我一件事 因为他来自俄罗斯 他说其实台湾在俄罗斯最近几年的知名度 是大幅的提升 那台湾人在俄罗斯大概超过了5000人 比我想象的多了很多 但是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昨天 我昨天得到一个讯息 一个朋友他从俄罗斯回来 那当然平安回到台湾了 就他回到台湾之后呢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一个指示 他的这个属下 汇率1000万美金到了乌克兰 目的呢就是大量的买不动产 这个很想要是台湾人的思考 那这个事情也再度显现了 台湾人的灵活性 或台湾人的勇敢 但同时也看得出来 很多人的想法 那么使得这个整个的 国际情势的复杂程度 超出我们的这个想象 所以俄乌战争 还在持续的这个发展中 而台湾跟中国的这个关系 错终复杂更是不在话下 俄乌战争使得中国的角色跟地位 引起了很多人的这个探索 我想包括了中共当局 他们现在因为面临俄乌战争 对台湾有没有新的作为的想法 可能更值得我们关注了 未来我们将锁定这个议题 继续的来关切下去 谢谢两位贵宾 也谢谢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的收看 我是戴宗人 我们下次再会 谢谢观众